嗨 大家好 我是Tina 好久沒講這句話了 因為我真的很久沒更新了 一定在忙別的事情 那我在忙的這件事呢 我有在拍影片記錄 可是他需要一點的時間 才能跟大家分享 今天是我比較空閒的日子 所以我打算去新竹找我朋友 吃飯啊 逛街 逛的時間我比較常跑的就是台北 或者是新竹 因為新竹是算還蠻近的 我搭火車應該半小時多就可以到了 錄個簡單的Vlog 然後帶大家去新竹吃吃東西 逛逛街 順便更新一下 我快長草的那個 YouTube頻道 就這樣 好久沒有 就是這樣面對鏡頭 有點生疏 那我們一起出門吧 我搭新竹 然後我朋友有一個 這個是超酷的 它是因為加熱的 舒服 這個是會發燙 我現在買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阿館的企業 然後就是這樣 不太吃了 所以 早午餐 叫做維生 不太吃了 治療 很多都不太吃了 所以我現在有多吃了 還沒有吃 cose 我會買了 不是 我會買了 從頭幾乎 在裡面 然後 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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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旁边的部分 這個部分 聞起來有賣蔬雞的味道 賣當勞的味道 賣當勞的味道 它是像卡拉雞腿的那種 它還有一個美乃滋 它有很多這種醃製的小菜 一個小蜂巢 一個小蜂巢 以前有流行過那個蜂巢冰淇淋 妳有吃過嗎 非常有 那其實蜂巢就是一坨甜甜的口香糖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吃到後面就會一直 有點咬不爛 對 它咬不爛 然後你就是有點咬到軟軟爛爛捏捏的 然後再吞下去 也可以看 蠻豆漿的欸 我剛剛沒有喝的 我只有喝到綠豆沙 我覺得綠豆沙蠻豆的 不會水水的 夠啊 還行欸 有中和掉對不對 綠豆沙還蠻好的 手絲蠻好的 口吧 池 挑著 印尼 interes 嗯 它蠻好吃的 我蠻好吃的 很多時候都是 太醉 對 就是剛炸好的時候好 Capital 加上 分別人 磨死 放到 成功 在 一半 1千元 1千元 2千元 1千元 被人 3千元 4千元 四千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這個好像早餐店打餅奶 偏甜 這樣還不夠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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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超大的 這樣看得出來嗎 超大的 我買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嗨 昨天因為 我手機已經完全沒電了 所以最後錄的片段呢 就是很零散 再介紹一下最後吃的那間 泰式料理吧 它就是那種真的是泰國人開的 然後很家常的一個 餐廳 口味算是蠻道地的 可是就是很重口味 就是很重酸啊 很重鹹 很重辣 月亮上面是真的很厲害 就是很厚一個 我不能說它有特別多好吃 可是它就是好吃 便宜 然後就是口味很道地 如果就是有喜歡的人呢 可以去新竹試試看 久違的Vlog就到這邊結束了 因為昨天手機真的完全沒電 然後我們中間又下雨啊什麼 所以其實昨天有點狼狽 簡單的Vlog 很久很久沒拍影片的Vlog就到這邊 這個影片呢應該就是會 分享我最近在做的事情 還有一個影片呢會是空空上 對 可是那個影片我還在收集中 因為有一些東西真的就是快用完 所以我就是介於那個想拍 又覺得好不然再等一下的那個 你懂嗎 好就這樣啦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Vlog 好久沒拍影片其實有點生疏 就這樣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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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會拍影片 然後我們會拍影片 我們會拍影片 谢谢大家